就是這個人 體型壯碩 穿著拖鞋的男子 他到早餐店點餐 自以為是熟客 開冰箱拿飲料接著 送一份點一份 雞腿堡薯條 三明治加兩杯飲料 吃飽喝足 生了個大懶腰 他就說他要 在外帶一個泡片 然後等一下去車上拿錢 一個雞腿堡 他要點貴的吃 還有一個薯條 然後還有三明治 還有兩杯飲料 我比較閒的時候看出去 沒有人不見 說好的拿錢 一個人早餐吃了三四百塊 夾借取錢拍拍屁股走人 但其實他似乎早有預謀 一般你要吃早餐 也不吃也不吃 在喬位置 我就覺得這個人怪怪的 車頭朝外疑似 隨時準備落跑 位在屏東市的早餐店 15號遇到這號人物 沒想到遠在離港的日式料理店 也碰到同一個人 手法如出一側 吃飽後喝著奶茶 有意無意拿著菜單走去櫃台結證 說要去拿錢人又消失了 這名身材壯碩的男子 先是在屏東離港日式料理 白吃白喝 又到屏東市的早餐店爆吃一頓 兩處間隔十幾公里 男子就騎著一部機車到處找下手之機 身材壯碩 帶著眼鏡 證明吃霸王餐的壘飯 他的長相被日式料理店的業者 映成公告貼在門口 提醒同行千萬要注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